而且重點是我沒有陰莖 怎麼會問我 你們應該男生自己知道吧 今天要聊什麼 老師我們今天要聊的是 自慰跟作愛 哪一個比較重要的 其實這個真的沒有答案 第一個看人的 喜好 體力 心情 環境 對象 這七八種都會影響 自慰跟作愛 哪一個比較重要的答案 老師你說對象的意思是說 那個對象就是 你的女伴 跟你有沒有感情 如果你在作愛的情況之下 是用交作業的心態 對你來說 他就不是一個疏力 他反而是一個壓力 可是如果你們是兩個相愛的人 有過的人一定知道 就是有沒有跟心愛的人在一起過 那個感覺是不一樣的 老師剛剛講還有說 除了對象之外還有 環境啊 環境是指於說 像有些人的個性就是適合 比較刺激的地方 也不是說今天有個答案 你就會 你就一直採取這個行動吧 就是你要取決於你當下 你的心情還有你的身體 健不健康 就是你想不想 你的身體想 還有你的心情也要想 對象也要想 都會影響 可能你今天心裡想 但是你身體很累 對 你硬做了你也不會是開心 對 或是說你也許 身體是可以可以做的 但是你其實沒有心情 對啊 一樣都是不開心的 對啊 那還不如就是跟自己做 在這種情況之下 自己跟自己做又可以省時間 又不會累 你動的是手 又不是腰 又不會流汗 腹腹又短 或是說 他現在眼神 只剩你自己一個人 對啊 對啊 如果你只剩自己一個人 你就只有手跟飛機杯 可以 那個啊 你還要選什麼啦 而且重點是 我沒有陰莖怎麼會問我 我沒有陰莖怎麼會問我 智慧跟做愛 哪個比較舒服 你們應該男生自己知道吧 有些人會以為說 凡事都有個答案 但其實是 這沒有答案 老師一直就是說 要看自己的 對 順從你的心意 對 順從你的心 答案在你的心中 如果用我們之前的比喻的話 就是 泡麵跟牛排 泡麵跟牛排 吃哪一個比較飽 或吃哪一個比較快樂 怎麼問都不對啊 因為看狀況 對 如果是你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你又很餓 不可能這樣去吃牛排 你不會吃得快樂啊 嗯 莊先生 你覺得哪一個 素食 對 對素食比較便宜又省時間 以上講這麼多 你還是聽不懂的話 那你就用泡麵跟牛排去搶 你吃泡麵跟吃牛排 哪一個比較好吃 哪一個比較飽 哪一個比較開心 你一定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答案吧 那一樣 智慧跟做愛就是這樣 那今天我們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希望你們 可以從現在開始 慢慢 發現自己的內心 還有找到你跟你對方 你們兩個內心的交流的地方 那 享受你們共同的心愛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分享 訂閱 按讚 留言 開啟小鈴鐺 掰掰 OK 謝謝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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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謝謝